大家好,我是Tony 我們來到高雄左營旅行的第二天 上午造訪蓮子潭 中午來到台灣最大的海軍眷村 再見886,台灣眷村5號園區 再見886 門票50元 這是再見886園區 這是現在的位置 有眷村共生基地 眷村朝 眷村俱樂部 眷村時代館 將軍豪宅 轉角121 這裡有個小錯誤 不過我覺得無傷大雅 根據2005年國王府統計 全國列館的眷村總共有886處 因此本園區命名為再見886 台灣眷村5號園區 這個園區所在的明德新村 最早為日本海軍艦隊降級的軍官宿舍 明德新村建設多為獨棟運防設 專門提供給海軍高級軍官居住 根據統計 明德新村曾駐過四名參謀總長 七名海軍總司令 所以明德新村是名副其實的將軍村 眷村朝入口 眷村朝入口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後眷村時代 逐離散落起高隆 台灣結束東元看亂時期 就代表著放棄反攻大陸的國策 所以老舊的眷村開始展開改建 這是位於龜山附近的鳳山縣舊城 城內的眷村現在都已經拆遷到附近的眷村大樓了 在眷村改建的蜂巢之下 後來國王部總共核定全台灣有13處眷村 為眷村文化保存區 眷村俱樂部 沙發啦櫃子啦 電視啦 輸廚啦 全部都我家搬來的 搬了三車 然後這個是我們對面 沒有它是炮彈箱 但是 這炮彈箱喔 對它上面有編號還有那個陸戰隊的 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 這眷村老照片 很有親切感 我們那個年代 民國五十年代 中華民國軍人眷屬補給證 眷村休閒 民國四九年海軍軍官學校舞會於四海一家 哦 海軍非常的時髦 中山堂 今日放影電影梅花 好 接下來這裡是 眷村時代館 意外的國度 Retrie from China 共生共存 眷羽村與國 原本期待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不料從此落腳台灣 成為永遠的家 隨著1949年的大撤退 中華民國海軍和他們的家人來到左營 在此建立起安生立命的家 眷村 哇 展覽資料非常豐富 也很多老照片 1949年前後 海軍一艘艘中置號艦 死路左營港 艦上載滿了逃難來台的軍民 海軍和他們的家眷 在左營軍港附近開始了新生活 揭開了左營海軍眷村的序幕 這是將軍等級的眷設 差這麼大的客廳 一般的低階軍官 或是士兵級的眷設 就沒有這麼舒適豪華了 眷村共生基地 裡面有一些文創商品 我們已經參觀完這一區的展館了 現在就走往另外一區 這裡還有將軍豪宅 轉角121 路旁這90歲的羽豆樹 應該是日本海軍種植的 經過90年的歲月了 江軍豪宅 明德新村是將軍村 所以這裡住的都是將軍 郡色特別的寬闊 旗袍 然後歡迎四川體驗 再換一件 再換一件 你就筆給我看啊 這樣 這拿下來一點啊 要看到臉啊 要看到頭 對對對 再下來一點 再下來一點 轉角121 五角這裡有香一塊石碑 海軍建築 中華民國四十年曆 轉角121 還有將軍豪宅是獨立在園區之外 是可以免費參觀 再見886 就需要 入園門票 成績的江山 草木搖落的地方 聯繫你 為何來到此天涯海角 給世者 也給生者 紀錄片導演 湯香竹 從一開始的臨時居所 到產生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這是一段從他鄉到故鄉的心靈跋涉 有著樹不完的悲歡離合故事 轉角121 也是將軍仔 現在作為策展空間 圍牆的另外一邊 遠處那一棟就是將軍豪宅 旁邊這裡有一棟將軍仔 目前正在整修中 我在台北參觀過一些眷村 不過每個眷村裡面大概只有一兩間 是屬於將軍住的豪宅 不像這裡 還有居民的新村 今天參觀過的每一間都是將軍仔 還蠻特別的 那我們今天下午的 再見886 台灣眷村文化園區之旅 就在這邊結束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